之前,我们首先将洗球机周转至轻型区域。 2.将四个外向轮定向刹车, 拘去无名赛指定区域,防止机器移动。 3.将主箱体底部阀门和绿水槽底部阀门同时关闭。 4.安装吸球风管。 将风管与吸球风机通过报孤进行连接。 5.安装风干布桶。 将布桶的防水段用独锈钢卡钩与风干风机出球口连接。 卡钩必须固定在风机出口的胶圈上,防止水分溢出。 6.风干布桶伸展。 为防止海洋球毒涩风干布桶, 安装好的风干布桶需比值伸展。 不能出现弯曲扭转。 7.供电电源。 220度50赫兹。 需提供国标2.5平方毫米铜线线线。 电流16A的插座要求接地保护。 110度60赫兹。 需提供国标4平方毫米铜线线。 电流25A的插座要求接地保护。 8.注水。 将注水皮管湿入主机箱内开始注水。 待水位达到水位限时,停止注水。 洗球过程中,建议每隔2小时进行一次水位补充。 洗球时,少许水分会被球体带入滤水槽导致主机箱缺水。 9.倒入消毒液。 向机箱内倒入200到250毫升专用消毒液。 10.开启洗球机。 准备就绪后,依次开启吸球、洗球、吐球按钮。 机器开始正常运转。 11.高配。 开启智能按钮。 机器开始正常运转。 也可根据操作需求单独开启。 12.吸球操作。 操作人员手持吸球管吸球时,应远速地将海洋球有秩序地吸入。 速决断断续续,多快充满的操作。 防止风管有色。 13.急停如机器运转中出现故障。 请将吸球管拿起,防止海洋球继续进入吸球风机。 然后按下急停按钮。 标配板将吸球管拿起后,关闭吸球按钮。 14.洗球结束后,拆卸吸球风管和风干动口。 将机器吹入放水区域。 打开主机箱顶部的放水门。 将污水排放干净。 15.打开滤水段底部阀门。 将积水排出。 16.松开四个橡胶锁扣。 将机器上盖底下放置一旁。 17.将无锈钢出球板打出,放置一旁。 18.用清水对机器内部残留污垢进行水域冲进。 最后将污水全部排出。 19.用毛巾将机箱内部水渍。 20.将无锈钢出球板挥至表队。 21.将洗球机上盖重新盖上,并用锁扣固定。 2. 2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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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